請民主黨委會長 馬上向國防任務局 請大家會試一票 轉換跑道也轉換心情 新的任務勢必使命必打 有批評我的領導上面的問題 好像說降賽無能累死身軍 我必須要鄭重的澄清 在CDC沒有人講說我累死身軍 這一定是沒有 不過有累壞一軍 不過一軍也沒有抱怨很多 我們可以去問他 我們大家都是雖然開會開得很晚 但每天事情就這麼多 其實我們已經算是效率很高 快速的決定 快速的溝通協調 然後很多的事情都立即反應 在這裡我還是要非常謝謝各位的同仁 除了防疫抗疫 還有一段我們的修法 各方面太多的事情 這裡我要是跟同仁們謝謝 有你們的幫助 我們才能夠成就一段的事情 有你們的幫助 我們社會的健康跟防疫 才能夠這麼的成功 未來也請各位監守上位 那記得投文票 我們不是只有防疫 我們這年部裡面的同仁都知道 我最喜歡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這五年多 我們制定了八部法律 八部不是八條 我們修正了九十部的相關法律 這九十部的法律裡面 修訂了三百三十二條 增訂了四十七條 三了四條 大家想想看九百多條的一個 條文的一個徵修 是何其的困難 都在我們同仁的一個專業之下 秉持著一個立法的一個基本的精神 跟政務的需要 跟立法委員做最大的一個溝通 那能夠成就也是我們的專業 得到立法委員的一個肯定 也證明了我們除了專業政策之外 我們有充分的協調溝通的能力 那這樣的政府才能夠稱得 真的是會做事情 那也因為有這樣的溝通協調的能力 就如同總統昨天講 我們不但是會做事 我們會做對事 我們把事情做對做好 這都是我們這幾年相關的一個成就 當然看到我們署司長在這裡 我要必須跟大家 表達我一點點的歉意 雖然我往往認為說 跟我一起做的事情 大家一定很高興 不過偶爾我想大家心裡 還是會有點抱怨 就是壓力也很大 那不過呢 我可以跟大家在這裡 跟大家再度的保證 我跟大家都是以誠相待